哇 看來今天呢 我們的營養師有備而來喔 他有帶很多很特別的東西 要讓我們來瞧瞧今天的腎臟病飲食 要怎麼去使用 好 那我們就以熱情的掌聲邀請我們的郭月霞營養師 耶 常常來為我們分享棒的東西 我們要繼續的支持 謝謝 好 謝謝陳小姐 那其實今天的題目不是腎臟病 因為我的專科是腎臟病 那今天其實之前有跟大家討論過 我們講的比較多的骨鬆的問題 那我今天帶了幾個小禮品等一下會送給大家 可是這個禮品裡面啊 沒有拿到禮品的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這個禮品本來就沒有在賣的 我們只有做少少的份 那其實裡面講義內容 課程內容裡面都有 課程裡面內容都有 好 那在上這個課的時候 我會先跟大家講說 大家會不會覺得說 你們現在最怕什麼 痴呆對不對 我以前講過老年痴呆 有沒有印象過失智症 我們不能講老年痴呆啦 不可以這樣講啦 失智症啦 比較好聽 其實我也怕 因為我就看到我媽媽的身上 可是還有一件事情 我們在醫院 最怕最怕的就是老人跌倒 大家不要以為這個很簡單 不要說老人會跌倒 膝蓋弄地 可是頭撞到這個地了 我也不覺得怎樣 然後就出來衣服穿一穿 誒發覺滿臉都是雪 家裡嚇死了 那你問我住在山上嘛 那他們說要不要去急診 我說不用不用我自己弄我自己弄 我自己瘋啦自己擦一擦 所以你看這邊還有一個痕跡 還有一個痕跡 那個就是你 因為你住在山上 你的設施沒那麼好 你再跑去急診 你就要輕忌打高的就戀掉了 所以說不要說是老人 你我父母 我想各位都會有跌倒的機會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講的題目 其實是跟大家比較有切身的 那腎臟病的話 我想這個比較複雜一點 腎臟病如果有興趣 其實台大醫院會有再辦 或是我們這邊可以再去辦一次 所以就講 好 骨質疏鬆 飽鈣運動不可少 那我本來是想說還有一個退化性關節 可是兩個題目太有點差 我就沒講了 好 那這個先看大家 家先看一下 這個很簡單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看我年輕的時候是這樣子 可是現在可以看到媽媽桑 在我門診的病人 每次就說 你現在怎麼 他每次跟他量體重 升高 他就說我怎麼會多久 我以前是160公分 我現在怎麼152公分 那我就跟他說 阿姨阿阿媽媽 你是不是說沒有站好 我們再站一次 因為我的體重肌是那個紅外線的 根本就不會去弄到你 真的就是感應到 他真的152 53而已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們年輕的時候是這樣子 年老就很可能是這樣子 那這個圖是可以看到 我們在女性 先看女性 其實不管男生跟女生 你在20歲左右 下面這個是20歲 這個是你的股重量 你在20歲的時候股重量是最高的 女生我們先講女生 然後等女孩子開始停經了 更年期以後股就往下掉了 掉掉掉掉 掉到80歲就不會再掉了 因為你沒有東西可以掉了 就是這個意思 那男生也是一樣 男生你看在20歲的時候是最高的 可是男生掉的比較慢 因為女孩子有更年期的問題 所以女孩子掉的比較慢 所以大家知道 我要保本是在這段時間 20到50歲子 如果說你50歲再來保本 不好意思 亡羊補牢已經來不及了 你沒有本錢了 所以在保本的時候要很年輕 要就開始保本 所以我們要把股本存夠 年輕就要把股本存夠 因為年紀一真大會減少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這個圖 我常常在想這個 像我們在做卡頭影片 那個通草有沒有 大家知道通草嗎 那你可以看到 我30歲的時候 我骨質是這樣漂亮 可是到我90歲以後 已經變成類似海沙屋了 這個就是可以看它 你看20歲的時候 你看多漂亮 骨質嘛 那80歲的時候 就稀里發拉的 這個就是有點類似通草 你們如果會做美饒的話 就會看到多通草 20歲的時候很漂亮很扎實 可是到61歲的時候 已經稀稀拉拉的 87歲 體無完膚了 就是這樣看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草 那我們怎麼辦呢 亡羊補牢還是可以 那怎麼辦 中老年人這個骨質疏鬆 你沒有辦法敵對的 因為荷爾蒙的問題 那你會有什麼情況 骨會少脆弱 骨折率最高 骨折率最高了 然後當然還會影響到生活品質 會影響到生活品質 所以第一個症狀 如果說你有這個問題 僵固 站不上 然後身高變矮 關節變化了 還有很多是說我怎麼這邊這麼痛 我這邊都好痛喔 臉骨很痛 龍骨很痛 那些 各位很多是用疼痛的表示 然後你就應該去看骨科 看復健科 看醫生 然後幫你找出原因 然後行動能力 以前你可以一步走兩步 現在很可能肚方步很慢很慢很慢 很多老人家是這樣子 就像說我媽媽來找我 醫院找我 那我們在醫院我們走路都很快 我媽說我從年輕就看到你走路這麼快 怎麼現在這麼快 我說你不覺得我講話也快嗎 走路也快啊 因為這是心形耶 我們在趕時間 我如果早一點去 我可以看很多病人 那個跟個性有關係 那我媽媽年輕的時候 我那時候念中山女高 她每次去學校 人家都會跟她敬禮 其實她只是拿便當給我而已 她並不是去看我 以前我們都帶便當 那我住在中山女高附近 她就跟我拿便當給我 人家都跟她敬禮 她就說很不好意思耶 學生都跟她敬禮 我說沒關係啦 你就接受一下 然後她就是很有威嚴 走路這樣慢慢的 我說啊你真的就是好家教啊 不像我們這樣走路 煞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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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 可是我現在我媽媽八十幾歲了 來醫院找我 我就帶她走路 我說紅燈快沒有了 走那個警符 走到那個中山南路 那個台大醫院到門診那邊 我說你怎麼走路這麼慢 這麼慢 來不及了 紅燈了 紅燈了啦 我說走那麼快 他說我就走不去啦 她就走不動 其實是很可憐 因為什麼 她有骨質疏忠 我在催她的話 她會跌倒 所以我常 我就在 我就在那個 我的那個 我的冰箱上面寫說 等我老的時候 我要體貼怎樣 因為我現在碰到一個 我沒有耐性 我沒有體貼性去想 沒有替她涉嫌處地 我只覺得她動作慢 我們台灣話說 怎麼好像阿奶咧 阿奶大家聽得懂嗎 阿奶就走路 慢慢走 我就說你怎麼安慢 可是我現在覺得我很殘忍 我沒有替她涉嫌處地 因為她骨質疏忠 她怕跌倒 她真的很怕跌倒 因為有跌倒的經驗過 所以各位 大家真的要去體會到老人走路為什麼會慢 然後她說這邊痛阿 X光照起來 就叫她去照靈骨 這個 也沒有椎間盤突出 這個都要去照X光 一定要找醫生來做 然後 最主要就是 肚子這麼痛 有人以為說 我是不是腎臟病 可是腎臟的話 腎臟的在後面 不是在這裡 你去看腎臟科 它會幫你敲敲 其實它是在後面 就說 這這酸的 等等 骨刺 那有些人說 她是不是會有更年期 是不是因為她更年期後 骨質疏鬆 她走路很慢阿等等 這個都有可能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剛才走路下來 我本來走到五樓 四樓還五樓 又走下來了 那就看到旁邊有些沒有把柄 那我等一下會講到 我們怎麼去稍微注意一下 我們的一些生活細節 可以看到年輕是這樣子 然後到現在就是這樣 我已經到這個地方了 我已經跟我一樣 我已經到終年就這個地方了 所以這個是很典型 很typical的一個症狀 那還有一個各位 就是說你年紀到了 一些更年期 你要去做骨密度 骨密度其實大概幾百塊 四百五十塊而已 你去做個骨密度 然後如果說你骨密度很低 醫生會跟你講 他只是會增加骨折的機會 但是沒有代表一定會骨折 不要這樣子 所以我們預防骨質疏鬆 其實是從三方面 第一個 飲食 第二個 運動 這兩個最基本的來做 第三個一個很重要的 預防 因為你雖然骨密度低 不見得會骨質疏鬆 不見得會骨折 但是有機會 所以你生活習慣 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周遭的環境 那最主要就是你要複製你的一個運動 還有均衡飲食 所以我今天會講到均衡飲食 才是最好的方法 那我們最常 回去的地方是什麼 這個 好 腕部 你看你們一跌倒一滑倒 人家第一個是什麼地方 手去滑嘛 對不對 這個就是手腕 第二個呢 髖關節 這個是最可怕的 好 這個是最可怕的 好 那所以一個很重要的 要保骨蜜 然後要一個是防跌倒 好 那我們先稍微講一下別的東西 好 那髖關節也是我們在病房最怕看到的 好 大家不要以為說 阿醫生就像你骨頭這樣弄弄就好 其實不是 你可以看到我們叫做死亡的骨折 好 那一年內的死亡率 14到36% 那你說為什麼會這樣子 好 因為很多他做了以後 要不能下床 他就一直屁股一直動一直動 他每次要幹嘛 他就一直用身體去弄他 弄他以後 對不起 你後面就會有一些問題出來了 好 然後老人的死亡率 男生的話一年內喔 髖關節喔 男生是22% 女生是15% 他這比例很高耶 我們的乳癌末期的死亡率也沒有他那麼高啊 乳癌第四期的死亡率也沒有他那麼高 一年內喔 所以不要小看他喔 那你有這個問題以後 對不起 你很多問題要出來了 那我覺得我是一個很保守的 我相信大家都不一樣 比如說你去替你公公幫他上廁所 幫他換衣服 公公會不會覺得很不好意思 是這樣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喔 有38.3他根本就不能自己洗澡 要人家幫他喔 那有一個90%的人 他沒有辦法一個人自己爬到五個台階以上 然後還有一個我們最常會測驗你的能力 就是說你坐在椅子上面你站起來 你就坐在那個油把柄的椅子上你站起來 有50%的人沒有辦法從椅子上起身 很高 他坐在椅子上叫他站起來給我們看 他沒有辦法 有50% 100個鐘有50% 可是我比較照顧的就是說 上廁所還要人家扶住的有66% 完全你就沒有辦法獨立 都需要人家去幫你 洗澡各方面 所以這個骨頭要很小心 那你跌倒是這個地方 可是有些人是屁股著地 這個也是很小心的 這叫大腿骨 那所以我們要做一些肌肉的運動 要建構肌肉 那讓你不要跌倒 所以你可以看年輕的時候肌肉比較多 脂肪比較少 那我現在已經這個年齡了 我脂肪越來越多了 可是各位如果你上了年紀以後 你是脂肪多 肌肉少 好 所以你看到我好像體重沒有降低 可是我去測我的脂肪 肉比較多 油比較多 那你肌肉是讓你可以上上下下 很重要 肉要多 脂肪可以少 好 所以老人家你看他好像 胖胚胚胚 可是你可以摸起來他是油多 他肌肉不多 手就像蝴蝶袖這樣子 好 所以要的就是要做一點運動 來讓你肌肉增加 你比較不容易跌倒 好 比較不容易跌倒 那我們再看一下這個圖 好 那猜猜看啦 我們的要選台北市市長的 那個年先生 那這個是 好 你們覺得哪個體重比較重 一樣重 好 年盛紋192公分 林舒豪192公分 可是年盛紋一樣92公斤 他也91公斤 這沒有差啦 可是你可以看到他是不是有很多肌肉 他沒有脫衣物給我們看 好 可是會感覺他比較胖一點 好 又是撞 肌肉不多嘛 身高是192公分 好 所以就是跟你有肉沒肉是有差別的 好 所以 我還是特別把它放大 因為是蔣醫師今天早上才做出來的 防範跌倒是最重要的 不要跌倒 好 那在醫院好 你就自己要先看自己是不是容易跌倒的 好 我們怎麼去 我們都有衛生局都有保健護士來幫你篩檢 好 那第二個就是說跌倒嘛 你要改善你的環境啊 因為我們跌倒一半以上都是在家裡 而且都是在浴室跟客廳 好 一半以上 好 然後當然還要一個永保安康 所以你怎麼去防範跌倒 好第一個 為什麼會跌倒 好 這個我們今天就不講了 有些藥物 老人家都很吃很多藥物 好 都三種以上我們叫多藥物 吃藥物有些會讓你平平平平平 精神不濟血壓低 這個都容易跌倒 但是他家裡的兄弟都是醫生 七十幾歲了 然後他就覺得說他自己沒嫁醫生就有點 好 好 他就跟他先生是相近如賓 可是他後來很有自信 醫生的三個兒子 嚇離跟男子兒子都是醫生 好 然後最近就是有點跌倒 整個以前都很清楚走路都很快進步如飛啊 最近就跌倒了 然後他就來住院了 好 然後也不想請外勞 好 那我們也介入了 營養師也介入 復健師也介入了 然後他說都看不到 好 可是有一天我們去看他的時候 誒發覺他在病房 他都知道說這邊有什麼車子 這邊有什麼 他就要 他自己可以繞過去 好 然後他說他沒有看到你的皮肉嘴 所以他沒有看到你鼻子嘴巴 就是他看不到 但他知道前面有東西 因為他防搬性病變很嚴重 好 那防搬性病變其實我以前也講過了 在這邊我也講過了 好 對 那我們就要從他防蝶來做起 因為他眼睛已經沒有機會再開刀了 好 還沒有到失明 可是他看到前面有東西 他可以這樣繞過去 表示他還是有一點能力 好 還有心理方面的障礙 好 所以要矯正你的視力 好 聽覺 然後當然一些藥啦 都不要 好 那有時候要用助行器啦等等 好 可是一個很重要的 居家安全 我覺得這是最重要 居家安全 好 家裡的安全 那我們來怎麼看 好 所以自我檢視 或是找醫生幫你檢視 好 激難 好 第一個 你要調自我檢視環境中的 好 那這個飲食我會講 好飲食我會講 那運動就是不在我今天的範圍之內 好 你第一個 好 好 我剛才走路過來就看到我們的旁邊 那個木頭有個地方不見了 好 那個就要很小心了 好 第一個 樓梯會讓你牽托啦 插起來啦 施力把啦 這東西都不要放 好 第二個 浴室是最容易滑倒的東西 所以你如果真的是用浴缸 底下用止滑墊 好 然後你的卡墊 你的卡墊 記得好 一定不要讓它滑 好 不要讓它滑倒 很多是在這地方發生問題的 好 那在家裡的話 因為我們在家裡台灣人 中國人習慣穿拖鞋對不對 好 那你在穿拖鞋的時候 其實你穿拖鞋 可是你不要只穿襪子喔 好容易滑倒 好 那你這邊你可以看到喔 旁邊一定要可以讓你把柄 左右都要有扶手 跟夜梯 好 所以我媽媽很省 喔這缺的 電錢這麼凶的 一個月4000多塊的電錢 它叫凶啦 因為夏天很熱嘛 我跟他說晚上幫你開燈啊 你要看夜燈啊 每個人都幫他看夜燈 因為我怕它跌倒 因為我們是住在山上 我真的怕它跌倒 好 那還有一個就是 這個很重要 有時候老人家喔 看天看天 換了衣服 或是小孩子 換了衣服就這樣這樣 你走過去絕對會 一定的 還有這個地方 是不是放久的卡墊 墊子耶 你又翹起來你就會有問題啦 所以這個都要注意一下 這個真的是要注意 鞋子真的是 就是年輕人你反應很快 老人家隨便一放 他就腳上去 一腳不爛 他容易跌倒 這容易跌倒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要強化肌肉 你繁境弄好 那你要做一個計畫囉 就是強化肌肉 所以各位你去拿啞鈴啦 走路啦 這個都是一個運動 都是一個運動 好 那不可以做靜態的生活 你走路10分鐘 分期付款 一天走3次 是不是30分鐘 也是半個鐘頭的運動 這個是很基本的 好 那運動我今天就不再講了 那飲食方面的話 你可以看到這個就是飲食指標 對不對 我們的食物第一個 就是最終的全骨雜糧 然後一樣青菜加上水果 那蛋白之類就是 豆、魚、豆腐放前面 豆乾放前面 然後肉類放後面 然後吃點油 然後喝點牛奶 加上一點運動 喝點水 這個就是每日的飲食指標 好 每日的飲食指標 把食物分成大的跟小的 大的人就要吃得多 好 那我現在一項一項的 讓大家了解一下 好 三個條件 第一個 你要保你的骨頭 好 第一個 要運動 跌倒那是另外一個 好 要運動 運動就是讓你肌肉多 所以有人在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OK 你拿個保特瓶 好 這個都OK 因為你有運動你有肌肉 你的平衡很夠 你就不會平平平平平 容易跌倒 所以要做運動 可是你不能像人家運動專家 像有些舞蹈專家 他運動一天運動六個鐘頭 四個鐘頭 那是不行的 那個等於有抗氧化 反而氧化會更多 對身體是不好的 所以運動可以增加肌力 改善你的平衡功能 那什麼樣的運動 我們看一下這邊好了 最簡單的運動 因為這圖不夠大 最簡單的運動 就是你在家裡 你可以爬山 跑步機 登山 腳踏車慢慢的騎 在家裡立定腳踏車 這個可以訓練你的下肢 那有時候打點球 慢跑都可以 那肌肉就是建構肌肉 你就家裡說 像我剛才有人在拿寶特瓶 拿盤力帶 這個都OK 最不要的就是天天的睡覺 坐在辦公桌 這是最少的 金字塔最低的就是這個地方 那平均要運動多久 要天天做 那平均一天30分鐘就好了 好30分鐘 你一下子沒有辦法30分鐘 你就分期付款 那當然你就是要很安全 在視力很好 環境很不錯的 所以運動 那第二個就是要曬太陽 我們知道我們的鈣的利用 不是只有鈣 一定要有骨頭 一定要有維生素D 那所以你現在看到現在的腹方 鈣片都不是只有鈣片 它都會加維生素D 那所以維生素D是可以幫你 皮膚上的鈣 把維生素D可以活化我們的鈣 讓我們鈣好利用 所以要用維生素D 來幫助鈣的利用 那平衡我們的身體 那維生素D多半都是在動物性的食物 才會有 然後再最後一個就是 要飲食中 要讓鈣比較多一點 那我們等一下會講飲食中的鈣 怎麼去增加 所以運動 然後維生素D跟鈣 那維生素D就是靠日曬是最快的 好 所以我今天會講到一個 要有鈣 然後維生素D 那飲食要均衡 那大家看一下 鈣一天到底要多少 我這個年齡一天要1000 那維生素D的話 你上面會寫用這個單位 就是Michael Grant 很小很小那個課 大概10 可是有人會寫IU 國際單位 上面也會寫國際單位 就是800到1000 旁邊那個小數字 他寫一個IU 就是國際單位 他會寫 有些人會寫一個這個My Grant 就看你的東西 大概一天10就好了 你如果換成國際單位 就是800到1000 這樣就好 維生素D在奶類還有顴骨類 最多了 還有一個蛋防 防射的東西 防射的東西 然後動物比較會有多 植物性沒有什麼維生素D 植物性的維生素D 大概只有顴骨類才會有 所以對不起 你如果吃維生素D 有人吃太多會中毒 因為它是子溶性的 它不會排掉 水溶性才會排掉 所以你從曬太陽中 其實是可以取得維生素D的 所以有時候我從台大醫院的新大樓 像我今天從新大樓到舊大樓坐車子 我就故意走上面的中山南路 太陽不是很大 我就走 有時候從門診 我早上1點半要去門診 我就從那邊過來走路過來 就曬個5分鐘我覺得沒關係 太陽很大我也照曬 記得維生素D要曬太陽 這個鈣片我們等一下再講好不好 我們等一下再講 所以這邊大家知道一下 顧本最主要就是在老年期 年輕的時候到青少年 35歲以上 年輕的時候可以儲存多一點 35歲以上你就進去的跟流失的是平衡的 那等停經期存的少流失的多 你就開始骨質疏中的 80歲已經不太會有動作了 所以在這一段時期 年輕的時候到40歲 停經期就是保骨本的時候 骨本要保 你不要笑很多人就笑說 現在不會浮了 亡羊補牢還可以夠 那大家不要以為持有從牛奶過來 第一個最高的東西是青菜 青菜其實很高 那你可以看到那個巴西里 這邊秀一下巴西里 巴西里 100毫克就有3000多 那我們在我們一天要1000對不對 可是你會去吃巴西里嗎 不會嘛對不對 所以不要被這個數字給騙去了 那你要吃小魚乾100公克很多耶 你要吃到100公克的小魚乾就有2000了 你會吃到這麼多小魚乾嗎 都不會 所以各位不要被這個數字給看到100公克 這是錯誤的東西 我們要很實用 好 所以這邊讓大家知道一下 拜場可以 我們在做菜的時候都是點綴用的 可是我們不會去吃它 擺盤盤式的巴西里 他也是他可以做香料 可是我們真正的生的巴西里 我們是做擺盤 對西餐啦 什麼餐擺盤西洋菜 很少人有人去吃巴西里 所以我秀出來就是跟大家講說 你不要有100公克 那我就吃100公克的巴西里 3073鈣 對不起吃不下去 因為不好吃 所以不要被數字騙去囉 那法菜很輕對不對 你吃100公克的法菜有1200毫克的鈣 一天的需要量就夠了 可是各位你會吃100公克的法菜嗎 法菜是一個圓圈 你不會吃這麼多 所以意思就是說 讓大家知道不要被數字給左右 那我們就先看 其實鈣最高的就是在奶類 優酪乳 然後念乳啦布丁啦洋芋那個洋片 就是奶類就多了 那有人不吃牛奶 他有可能會 有可能有人不吃牛奶嘛 那他有可能就會吃起司 那怎麼辦呢 那有的人就會 牛奶不吃就吃起司啦 那有的人他就說 老人家又不想喝這種冰冰的 他就會把奶類去做什麼 焗烤 烤白菜 很好吃 焗烤白菜裡面就放了很多奶啊 烤布丁也放了很多奶 有人不吃冷的嘛 他就會吃熱的 所以大家知道一下奶類是最高的 那再過來的話 對不起五穀雜糧類 植物性大概只有 顴骨類是高的 加鈣米啦 或是紅豆綠豆啦 藝人啦這種 比白米還多 就是這叫什麼 顴骨根基類才是多的 所以各位 不管你是不是有骨質疏鬆 養生專家 都會鼓勵你一天的主食類 一定要有一餐以上是吃 顴骨根基類 比如說地瓜飯啦 糙米飯啦 燕麥飯 藝人飯啦 份搭白米再吃 一天一餐 一定要有這樣子 你至少有一點鈣 從這邊過來 白米是沒什麼鈣的 那水果類的話 其實鈣都不高 水果類的鈣都不高 那老人家有時候不太喜歡吃水果 所以你有時候水果 露菜 或是水果裡面加一點 優酪乳 這些都可以增加鈣的來源 所以有些人會像 現在很多那個西餐裡面 都會用什麼水果 那就搭配優酪乳啦等等 這個其實就是可以增加鈣的來源 水果的鈣不會高 那青菜的鈣其實是最高的 大家不要小看它 尤其是綠色青菜 那像哪些菜是最高的 現菜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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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很好吃的 現菜啦 還有一個法菜 那法菜你不可能吃很多嘛 只能配菜用 所以怎麼辦呢 最聰明的就是你 一定要用深色的青菜 代替淺色的青菜 那菜的顏色要多彩 多汁多彩 這樣你就可以補充一些鈣了 然後再過來是 堅果類 比如說腰果啦 核桃啦 黑芝麻啦 這種腰果類 那每天至少要一份的堅果 一份的堅果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不是每個都一湯匙喔 全部加起來一湯匙 最多是兩湯匙 因為堅果類的油比較高 我們比較容易胖的人 其實也容易有骨質疏鬆的問題 有關節的問題 所以堅果類 其實一天一份堅果類 就是總共回起來一湯匙 最多是兩湯匙 那油脂類的話 植物性的油 比如說沙拉油啦 什麼油都沒有鈣 但是奶油對不起 就有一點鈣了 奶油就有一點鈣了 但是你是不是因為這樣 要補充鈣就去吃奶油 不是嘛 我只是跟大家解釋 奶油是有鈣的 但是原則上奶油 雖然還有鈣 可是奶油的對心臟的 副作用會更大 所以不是說為了補充鈣 就去吃奶油 大家懂我意思喔 那堅果類也不是當點心吃 還是要稍微限量 來 那我們的蛋白質類就是 動物性才會有鈣 所以要把豆類放前面 各位可以看一下 豆、魚、肉、蛋 海鮮類啦 這裡面比較高 那肉類的含量比較低囉 四隻腳的鈣 四隻腳的東西比較低 那蛇肉會比較多一點 可是沒有人去吃熟肉啊 有啦 我小時候我們媽媽那個傳統時代 都去華西街 因為長上長賴粒頭嘛 她都會去買那個蛇 她說蛇肉去蹲很輕 可以輕毒 所以小時候我吃過蛇肉 因為行賴粒頭 你就知道我們那個年齡是多大了 我忘記吃蛇肉長什麼樣子 真的是忘掉了啦 真的忘掉了 可是真的吃過蛇肉 對不起啊 我們沒有人在吃蛇肉的 所以其實這個貝類 真正的四隻腳的東西不多 四隻腳的東西不多 那其實最高的是什麼 肉類 肉類也是對心臟比較有效果的 然後五香豆干 乾絲類 白鳳豆 毛豆都比較多 所以你肉類 肉類要適量 肉類也不能吃太多對不對 因為老人家吃這麼多肉類 就跟今天另外一個主題 腎臟病有關係 那你說我到底要吃多少 一天我們這種年齡五份的肉類 男生大概六份啦 女生五份就夠了 五份啦 那一份的肉類就是一兩肉 兩個指頭大小 兩個指頭大小 所以一根雞腿就是兩份了 兩牛肉啦 一份就是一兩 一根雞腿是兩兩 然後一條一個肉排 像我這個手這麼大的肉排是三兩 你去外面吃自助餐那個肉肉 那一條魚 那個魚就是兩兩 所以我們講的肉類是雞 鴨 魚 豬 這叫肉類 一天就是女孩子吃五個單位 男孩子吃六個單位 那一兩就是一個單位 這樣大家懂我意思嗎 所以各位你一天吃五兩就夠了 五份 那我會鼓勵大家把豆類放前面 因為豆腐一塊豆腐就是等一兩的肉 就蛋白質啦 所以大家別為豆腐不好 豆乾其實是很養生的 豆腐豆乾都很養生的 那你也不要全部都是吃素的 沒有因為這樣講過都吃素 你可以一半的肉類一半的這樣子 更好了 一半一半 對我心臟對我骨質疏鬆會比較有幫助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特別把豆放前面 也不是因為我放的 國家的政策是這樣子 那肉類魚類雞肉鴨肉 都是叫做肉類蛋白質類 一天就是五份 女生男生就是六份 那一份就是動物性就是一兩肉 一兩雞一兩魚 那如果你吃了一塊豆腐 就要少一份肉類了 營養價值是一樣的喔 那還有一個很重要 就要跟大家講一下 為什麼我會特別秀出這個 為什麼會秀出 我們講的要吃很多的 食物中蓋膏的東西對不對 那就是從顴骨類 從青菜類 從豆腐類過來嘛 然後還有從奶類過來 那還有一件事情是什麼 不要太胖 為什麼 你種的話容易有骨質疏鬆的問題 容易骨 膝蓋 退化性關節炎 所以大家一定要做一個很基本的維持體重 最好每天去量體重 那我們走路很輕微的散步啦 30分鐘的運動 吃就是我剛才跟大家講的 吃顴骨類 三餐中至少一餐吃 雜糧飯 一餐都沒有關係 然後第二個 不要吃加工的東西 因為現在的食安問題很多 我們大概在做這樣就好了 那如果你有膝蓋的問題 你就不要爬樓梯 可是你可以步行進走 走平地都沒關係 可是你就是不要去爬樓梯 因為爬樓梯還好 下樓梯膝蓋會受傷 尤其是有退化性關節炎 不是每一種運動都合適的 那為什麼會講大家 我們講過了 因為胖其實有很多的問題 那這個是做了20年的實驗 那這個因為恆河 那個恆河 恆河的生命期可以到40歲 所以我們就要等它老到 它可以活到2、30歲 最老是40歲 所以我們要等它做 它做的是做很久 大概做20年 你看一個實驗要做20年是不簡單 這個是最有經典的實驗 就是說兩個猴子 一個這個樣子 那我們就給它吃正常飲食 讓它吃到飽 一個勒 就是很可能我就吃到7分飽 減少3成的熱量 7分飽 7分飽 20年以後 你覺得哪一個是看起來比較健康 哪一個A C還D C沒有毛耶 D啦 你可以看到A 就是讓它隨便吃的 然後吃到飽 吃到它愛吃的 沒有熱量限制 20年以後你看它就這樣子 然後毛拖到一半以上了 皮膚還有很多問題 對不對 可是如果這個的話 你看它眼睛是不是跟我一樣 炯炯有神 看著大家 炯炯有神 你看它長得很挺 毛多不多 這個就是他們叫老人了 因為它20年成和就是老人了 所以它可以活到30幾歲 可是我們做這個實驗 是做了20年來看它的 然後就是給它大概吃到少了 大概少了3成的熱量 所以為什麼就是說 我們要吃7分飽的意思是這樣的 你不要吃的肚子一定很飽 就是不要讓自己太高的熱量 可以減緩它的老化 可以減緩老化 那我知道今天這樣講的 就大家知道一下 不是說青菜其實鈣是最多 而且青菜我們是吃的多的 水果的鈣不高 奶類是最多的 不喝奶要喝起司 那我們一天 剛才講過一天要多少鈣 我這種年齡 1000 那我們先看一下 那我怎麼知道我吃的好不好 我怎麼知道我吃的好不好 你也不知道你要吃多少卡 我也懶得去學啦 說真的我也不想教 因為在教的話 年輕人都覺得很累了 不要說我們這種年齡 那我們就有做一個餐盤 這個餐盤可以微波的 這個餐盤大家看一下 這個餐盤就是一模一樣的餐盤 那一模一樣的餐盤 我們就把它分成三個單位 我們一天就把主食類吃三分之一 蛋白質肉魚蛋豆吃到三分之一 那其他就是吃蔬菜跟水果 這個盤子比較大 所以你只要擺對位置就好了 就會成功 然後中間放一點堅果類 你看我中間放一點堅果類 定時定量 那飲食控制就這麼簡單 這樣的話你在一天的量就不會超出來 你如果是女生的話 我們有些要減重的 他就用這個餐盤來吃 然後這邊就是放了青菜 這邊就是放了肉類 魚嘛蛋白質 這邊就是放了青菜 不是放了堅果 不對都被你們騙去了 肚子餓了 主食類 最多的是放青菜 所以就是跟我們講 青菜要吃最多對不對 那如果說我要做減重的 我這邊有一個嘎對不對 這邊有沒有看到 有一個嘎 這個地方 我不用放滿滿的 這樣就是一餐就是450卡左右 一餐到500卡 可是我如果說我要比較沒有減重 我男生要做一點粗重的 我就放滿滿的 放滿滿就是一餐就600卡 是這樣看 然後這個餐盤裡面還有蓋子 這還有蓋子 那這個是可以微波的 材質我們都檢查過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如果說只要做減重 我把這個放到這個地方 我就大概只有450卡而已 我把青菜放得很多 那堅果呢 這樣放 如果說我沒有減重的問題 我就把飯放多一點 肉放多一點 這樣就放到這個地方 這樣就大概600卡 所以我們在講減重就這麼多 這麼簡單的減重 這麼簡單 然後這個餐盤的話 我今天沒有賣 因為我們這個其實是已經 已經5月30號就沒有在弄了 所以就叫什麼 台大出來的低卡餐盤 那我們的蓋子是150塊 盒子150塊 那我們5月30號截止了 但是我今天也沒有拿過來 只是因為我沒有在推銷 我們主管就說 如果有人要買 可以啊 可是我懶得拿過來 因為我要帶回去 然後這個會有開收據的 這個有發票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單買一個 或是整套買 一個單買一個就135塊 整套買是270 那你們可以自己統籌起來 那要多少 然後製造營養室 或是說跟我們講 打電話過來 我們再幫大家送過來 好 這個 好 那這個為什麼 這個就是我今天要送給大家的 好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圖 一模一樣的圖 好 那這個圖我們看這個 好 有沒有看到這個圖 一天的蓋是不是1000 你不要超過200 2500 我們吃的有基本量 你超過2500就太多了 好 那這upper limit 最高量 然後這個餐盤是18公分 一模一樣 你可以看到 我這個餐盤大小是18公分 好 那我今天特別講的是高鈣 好 我一樣把這裡改成全果根筋類嘛 肉魚做蛋奶 吃點堅果類 好 這樣就400多卡 可是我旁邊再多一個牛奶 好 這樣就可以增加鈣了 好 這個就是為了這個 我們特別設計的 可是你們還是看不懂 因為我沒有買餐盤對不對 我也沒有要做減重啊 所以 就可以看到這個 好 這個跟大家解釋什麼 看顏色 好 一個燈的 我們以前不是很喜歡看 123455個燈 上上下下那種歌嗎 對不對 包國糧還是什麼 我都忘掉了 對啊 上上下下 好 五燈獎 好 他看一下 一個燈的就是說 他一個燈他大概只有50毫克的蓋 好 那什麼叫做一個燈 好 你如果吃調味奶 一杯調味奶 因為鮮奶比較高 調味奶營養減半了 一杯調味奶就是只有50毫克 好 那如果再吃一個什麼 什麼布丁啊 雞蛋布丁也不過只有50毫克 豆漿不多耶 豆漿的鈣不多喔 反正豆腐多 好 豆漿一杯也不過只有50毫克 好 然後等等 然後芥菜 吃一碗頭了啦 我們剛才講綠色青菜對不對 好 芥菜啦高麗菜芹菜吃一碗 也不過50毫克 這個叫做第一關 然後兩顆新的就是100毫克 我剛才是吃調味奶對不對 當然不好啦 我現在把它改成什麼奶 看不到字喔 我改成優肉乳啦 他就是兩顆燈喔 好 那我牛奶不敢吃 我吃一個起司 起司也是牛奶做的 也是兩顆燈 然後記得要吃傳統豆腐 不是板豆腐啦 底下那個 不是那個叫滿漢豆腐 好 傳統豆腐才有鈣 滿漢豆腐的鈣很低 好 然後我在吃 喔 剛才吃的菜是一個燈 50而已 這個是比較多的燈 比較高的燈 欸 昂公菜 川七 小白菜 油菜 賣秋葵一碗 他就有200毫克的兩個燈了 這樣大家會看嗎 好 然後第三個我要吃的是什麼 欸 我現在吃的又高鈣奶粉了 然後我又豆干我改成五香豆干了 好 然後我又改成養生麥粉了 等等等等 菜又更高了 同樣的菜 建南菜 房地菜 興菜 又更高了 那我吃一天吃芝麻兩湯 兩茶匙 還沒有到一湯匙喔 好 芝麻兩茶匙 不是湯匙喔 好 湯匙是最大根的 15公克 啊 茶匙是五公克 我們剛才講 一天可以吃多少 一湯匙對不對 那我吃 我還沒吃一湯匙 我才吃兩茶匙而已 那我吃兩茶匙的芝麻 放在我的燕麥鹽裡面 我就有三個燈了 那最高的燈是哪裡 喔 蝦皮 可是你要吃蝦皮要兩湯匙啊 蝦皮我不知道怎麼吃啊 你們蝦皮怎麼吃啊 咕咧菜嗎 對不對 可以啊 我吃兩 20公克大概兩湯匙啊 我吃龍葵 龍葵 一盤就是最高四個新的 最高的就是什麼 小魚乾啊 小芳豆乾 等等等等 就是五個新的 那各位 你這樣怎麼去搭配 如果說我要得到1000 我有喝牛奶 我要得到1000的鈣 我就黃色的這個 拿兩道 然後這個100最高的對不對 第二高的 我也選兩道 那150是第三高 三個新的 我就選一道 然後250是最後面高的 我就選一道 然後350最高的 我就很可能選兩塊 小芳豆乾 這樣加起來 就是1000了 這是我有喝牛奶 好 那所以你可以看 我們把菜單設計好 牛奶一杯 起司等等 這樣就是1000了 那如果說我不喝牛奶 我喝牛奶會落散 我也不要喝起司 沒有關係 你還可以這樣一樣 吃麥粉啊 這樣幾個燈幾個燈 加起來 就可以達到1000的 這可以自己組合 所以從這個是讓大家看一下 鈣比較高的東西 小荒豆乾是高的 奶類是高的 龍葵啦 秋葵啦 芝麻這些 堅果類是高的 這樣大家有沒有比較清楚一點 好 那是不是要等這一張要送給大家了 好 好 等到這麼晚一定要給大家 好 所以最後一個就是跟大家解釋一下 年輕的時候就要保骨本啦 不要讓自己這樣吃到老豆牛 然後體重不要太重 好 都不要太重 然後運動 防疊是最重要 防疊是最重要 那飲食就是要曬點 曬點太陽啦 那食物中其實是可以得到鈣的 醃酒都不見得需要 好 那骨鬆不見得會骨折 這個要搞清楚 雖然我去做骨本地比較高 可是我開始就要知道 我有骨折的機會 但是我就防疊啦 生活環境就加點燈啦 不要太暗啦 浴室就 不要怎樣 我有一個同事長得很帥喔 一個廠商 男生喔 男生很愛漂亮 他洗完澡都會磨乳葉 長得好高喔 他真的長得很高很好看 洗完澡會磨乳葉 有一天他就很久沒來上班了 一個廠商 我說你怎麼來上班 他說我請長假 我說什麼 他說他跌倒 買主櫃去 倒掉 我說你幹嘛 他就不敢講 他說因為他洗完澡以後 抹乳葉 連腳底都抹乳葉了 抹了以後 就咕一身就跌倒了 這麼高 他才二三十歲啊 一身 你知道不要說他啊 浴室跌倒是很可怕的 我自己就 弄著這個一個痕跡 然後他就說 跌倒以後 他就幫了一身 就過到買檔骨 站不直了 所以他休了兩三個月 二三十歲的人 三十歲出頭的人 所以其實是環境要改 環境要改 那所以最簡單的 飲食中 除了鈣以外 還要維生素D 那均衡飲食就是 剛才那個扇形的飲食 每種食物都要吃 青菜為主 米飯類要改成 顴骨跟筋類 那要對抗地心引力 不是叫你去抬重 我拿個寶特瓶可以嗎 然後彈力帶去繩子 身影一下 走路啦 健行啦 慢跑啦 然後你要跳圓擊舞啦 這些都可以 那曬太陽 不要怕不好看 怕皮膚黑掉 我都不怕的 我老人班都出來 我也不會怕 我覺得健康重要 10到15分鐘 那骨命度 就要醫生幫你開了 那知道骨命度以後 你就自己知己知彼 對不對 是不是有點骨比較鬆 還是說骨鬆症啊 還是說只是 Ostopenia 骨少症那是不一樣的界定 他會看骨命度來看 那我們自己就居家 應該要做一個防範的 居家飲食要正常 居家飲食要正常 這個是秀給大家 我們今天是什麼天啊 Monday 我們都很忙很忙 可是我們都說沒有時間運動 這是很悲哀的事情 所以Monday就是Monday Tuesday就是 Tuesday Tuesday Sunday Waystay 就是今天 Waystay Tuesday就是 Soulsday 那Friday是最高興的 為什麼 哎呀 禮拜五小週末大家都很早 明天就可以休息了 就Friday 可是其實明天很高興 因為明天就是小週末 明天就要休息了 所以是不能叫Soulsday 那Tuesday就是 Soulsday 那禮拜天就是 Sunday 為什麼很傷心 因為禮拜一是 Blue Monday 倒霉的禮拜一 我有禮拜一症候群 禮拜一我跑不起來了 這個是這樣子 Soulsday Tuesday Waystay Thursday Friday And Saturday 這是這樣子 可是我們要正向啊 不要說你沒時間運動啦 我們把它改成這個好不好 你們都照完了沒有 照完了沒 這個是我們自己創造的啦 不好意思啦 沒有 這個沒有東西 網路上沒有 是我自己創造的 對不起 不要把我傳出去 等一下會被打死喔 可是我們現在要什麼 禮拜一要慢活 然後求食day 求食就是吃素啦 幹什麼 那Waystay就是要原食 然後Soulsday就是要色食 Bride就是福 就是你要戒掉一些不好的東西 我們把它變成中文啦 然後禮拜六就是Saturday啦 禮拜天就要行善啦 這個有點類似宗教的意味 不管你是信基督教 還是你信佛教 這個都可以用到身上 我們要簡單的飲食 七分薄 然後做好事 然後要正向 然後生活要慢 生活要慢 所以我就把它最後一個叫Manday Manday 求食day 你們都是我的老師對不對 周遭我也是你的老師 你們都是我的老師 那這邊要思想 我有沒有做錯事啦 啊是 然後Friday Saturday 這個都不改了 Saturday Friday 然後Saturday Saturday 其實每天都是Saturday 每天都要做善事啊 看到朋友就笑一下 縱使不笑也不要皮笑肉不笑的啊 我覺得這個都很重要啦 有些人 你看到外國人 他跟你走過去 他不認識你 他會跟你笑一下 可是我走在路上 我的學生看到我 趕快沒當作 他很怕我 因為他覺得我的面色很嚴肅 他這件老師的 他看到我 就好像給他當作沒看 我會很難受 為什麼 我是難看面子 還是我是身體安裝 可是後來我說 你怎麼不跟我講話 他說老師我會怕 我說你有什麼好怕的 我也做過老師啦 我也做過學生 我也會怕啦 所以我跟他說沒有關係 你跟著老師這樣笑一笑也好 不想皮笑肉不笑 都一樣 好 所以各位 這今天課就到這邊 好 那我們就考三個題目 好不好 我帶三個而已啦 好 喔喔 不是每個都有欸 我們這個都沒有賣的 我們這個是快絕版的 那你們如果要買餐盤 你們就自己跟 自己決定好不好 因為我這邊沒有在弄 那他們會打電話給我 看你們要跟誰決定 然後打電話給老師 然後多少個 收完錢再跟我講 我給大家一個電話好不好 欸 23123456 欸台大醫院啦 好 你轉6 要買一個人打就好 不要每天都打喔 好 62631 好不好 你就打台大醫院打 62631 打郭組長 好 你跟我說你們要買幾個 啊錢收好了 那我會請你們到醫院 然後會開收據給大家 好 好 那這個圖的話 我們最主要的 要讓我們骨質減少的三個作業 三個作法 好 只要答出一個就好了喔 不要 要搶答啦 好 來我們說幾首喔 有三個作法對不對 有三個啊 減少骨質疏鬆的啊 我要講答案嗎 好 我們講123喔 123 蛤 運動 要不要給他 對 運動 欸一個答案就好了 運動 然後 欸你要不要把三個答案都講出來 我在講那個阿姨 對不起 蛤 還有咧 哇 別人都當你答啦 好 給他對不對 可以給了嗎 好 謝謝 好 然後第二件事情 有很重要的 好 我們的 來 我們的 豆腐類 好 豆干類 好 裡面哪一個的蓋 豆漿等等 哪一個的蓋是最高 豆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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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個豆干 豆干 豆干 小方豆干 好 這邊一個這邊一個 好 第三個問題 這個答案我還忘掉是哪個答案 看一下 幫你們找答案 第三個問題 我們一天中這種年齡一天中的蓋要多少 一千 一千 好 謝謝大家囉 好 時間也到了 OK 不好意思耶 有問題的私底下問好不好 因為我時間沒掌控好 剛才那個阿姨問的 剛才那個阿姨問的 阿姨的問題是說有時候怕蓋不夠 然後跟醫生來拿蓋片 可是有時候醫生說老人家蓋片比較不好吸收 其實不是這樣講 因為蓋片有很多種 有乳酸鈣 碳酸鈣 炒酸鈣 價錢都不一樣 好吃的跟不好吃的 所以原則上 一件事情 你不要同時吃太高劑量的蓋片 分開吃 這樣就可以吸收了 比如說我要吃一天 我要吃一顆一百一千毫克對不對 你不要一次就吃這一顆 你最好買一顆250的 然後一餐吃一顆 這樣就好利用了 好 那有什麼炒酸鈣 乳酸鈣 我覺得這個就是比較其次了 那飲食最重要 如果不夠 你就請醫生幫你開蓋片 這個是可以接受的 那蓋片的話 最好還有包括維生素D 不能只有吃蓋片 要吃富方的 因為維生素D 現在的蓋片很多是單方 可是也有富方 就是包含維生素D 所以你買蓋片 不要買單方 要買富方比較安全 保健食品 保健食品 你在 這個跟腎是沒有關係的 沒有 你要看它的劑量高還低 如果一顆是250 當然就早餐一顆 晚餐一顆 如果一次的劑量是一千 那真的太高了 我就是說蓋片 你不要同時吃這麼高劑量 因為它吸收不好 你一定要分開來吃 效果才好 好 我跟你講碳酸鈣是最便宜的啦 那我們的眷飽給付是可以用碳酸鈣 可是也比較好吃一點 可是有些蓋片很難吃啦 所以我覺得蓋片是哪一種 只要看你的經濟能力 那我覺得都沒有關係 大部分的蓋片都是合成的 除非有些是拿珍珠鈣啦 下去弄的 那些就 大部分的蓋片都是合成的 當然也沒有說合成跟天然的比較好 沒有這種說法 好 我們最後一個問題喔 因為我測試喔 怕骨頭退 不是啦 骨 我們有關節炎就是骨組織退化嘛 那個就容易跌倒啦等等 跌倒你就有問題就出來了 胖因為你可以看到喔 你承受50公斤的人 你給他承受80公斤 這個關節會有承受那麼重的重量 久而久之這個關節會受傷 就像你這塊鞋子 你也可以重50公斤 你給他弄70公斤 這鞋子永久會放下去 他的負荷太大了 好 好 那謝謝大家囉